大家好,我是海岸教大学中文系大二的学生,我姓孙,言皇子孙的孙,明白吗?我想要大气一点,还要跟中国有关,老师就给我取名华语,华才少年,气宇非凡,我是孙华语,很高兴认识大家,我的名字将我和中国紧命相连, 学习汉语,让我感受到,快越地狱,超越文化的爱,我演讲的题目是,没有边界的爱 我喜欢汉语,是说查理老师的影响,他是家那人,留学中国,回岸岸教大学孔子学院教汉语,查理老师学识广播,风趣幽默,很有爱心 他教我们汉语,教我们做人的道理,他说他去中国学习,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,感受到了中国文化,天下一家亲的爱的精神 大家没有声音关系,但是有真切的关爱 回到家那,他想传递这份爱,教汉语,给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带来新的希望 他说,学好汉语意味着更多的机会,更好的未来,可以去中国留学,可以去中期作业 中国的老师帮助过查理老师,他回来帮助我们 世界很大,我们不同肤色,不同文化,世界很小,因为学习汉语,我们常为家人 我们互相关爱,因为没有边界的爱,共同描绘,美好未来 我喜欢学汉语,每一个汉语就像一幅图画 我对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所学文字,匆忙好奇 一笔一画沉淀了汉语的阴形意语 属学者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我认真学校,爱字,热爱,可理岁月漫长,爱学习,爱生活,爱家人,爱这个世界 只要心中有爱,你好,我好,大家好,我们就是一家人